这个真的我看有几十年的历史 我妈妈应该是她的嫁妆吧 这是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的 我妈妈已经去世了十几年 所以我也不舍得换摩托 还是慢慢一针一线用心的风 小的时候呢我妈妈是做裁缝的 妈妈有教我们裁缝 如果妈妈没有教我们也不会啦 所以我心里想说能帮就帮啦 而且这样子能做好事 也是已经很好了 熟练地操作着老式的缝纫机 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黄青段 每天至少花上七个小时与缝纫机作伴 因为当你在做的时候 你是以很愉快的心情去做嘛 所以不会觉得疲倦 也不会觉得怎样 你会很开心 行动管制令让从事补习班老师的黄青段 暂停了生计 昔日用以教课的长座 如今堆积着防护鞋套的完成品 这次的疫情这么严重 如果我们可以为这些前线的医务人员呢 出一点力量 这是应该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那么我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每天一定要缝十双 交上去已经有79双 现在又有40双要缝啦 这个行动管制其中呢 我可以这样做呢 是很有意义的咯 而且生活也很充实 我也可以打发时间 同样以支援防护脚套制作来打发时间的还有她 身为家庭主妇的曾婷婷 在打理好家庭的一切事务后 他们已经在前线 已经很拼命地维护我们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维护回她呢 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社区民众用力所能及的善心 为前线的医护人员 筑起一道爱的防疫墙 大爱新闻彭静贤 刘志渊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